今天是一会在纽约长岛市举行亚马逊HQ2项目听证会 支持者表示亚马逊计划将对纽约当地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 但批评人士表示这些数据并不是全貌 据市经济部发展称在未来25年预计亚马逊计划将为纽约市带来税收增值154亿美元 包括来自收入销售财产和建筑的税收扣除亚马逊15亿美元的减税额 在未来25年内纽约市的净税额也可以接近140亿美元 支持亚马逊项目的官员指这带来了极高的投资报酬率 亚马逊在未来10年预计将在长岛市达成25000个就业岗位 到2034年将达成4万个岗位 从而实现36亿美元的投资 但有人说这没有描绘出全貌 在周三的市议会听证会上 批评人士预测这些数字没有考虑到机会成本 以及长岛市现有居民和企业的成本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亚马逊政治立在市议会听证会上宣布一些新举措 来改善该项目的形象 纽约周二批准了6年以来最全面的枪支法案 其中包括近火枪托 四拳自动步枪 禁止教师在学校携带枪支的措施 以及延长枪支买家的等待校验期 总共有6个关于枪支管制的法案 今天被周参议会和议会通过 这对国会大厦来说是一个非凡的景象 因为多年以来关于枪支管制的问题的新立法法案 一直备受争议 民主党州长安德鲁库默 在康涅狄格州新镇的桑迪胡克小学大屠杀后 于2013年将枪支安全方案纳入法律 州长库默成功说服了参议院共和党人 支持所谓的枪支安全法案 这项法案扩展了国家对攻击性武器的管制 加强了认证的要求 增加了对非法枪支的刑事处罚 和处理私下买卖枪支的漏洞 库默将安全法描述为是他标志性的成就之一 但一些枪支的所有者和共和党员 仍然表示疑虑 他们觉得这种做法太过度了 纽约市警察正在搜寻在皇后区长岛市 一名自看守所逃离的嫌犯 警方称32岁的穆罕默德·萨利赫 周三凌晨2点左右在皇后桥住宅附近被以贩卖毒品罪逮捕 警方说当萨利赫和其他人被带离该地点时 萨利赫设法逃逸 警方认为嫌犯可能长生在皇后桥住宅的3000间公寓的其中一间 今天早上 大批自第114区的警察和社区警察合作 试图找到萨利赫 这不是第一次有嫌犯自警方手中逃脱 上个月 一名被指控的强盗罪嫌犯 逃脱了布朗斯维尔警察的扣留 几天后他被捕获 本月早些时候 31岁的强暴未遂的嫌犯 在布鲁克林市中心逃过警察拘留后被抓获 目前还不清楚萨利赫是否有被戴上手铐 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若民众有任何相关信息 请拨打911或第114区管辖区 电话是718-626-9311 在一名22岁年轻母亲在西同婴儿车下地铁楼梯时摔下死亡的事件之后 周三倡议群中聚集在第七大道的地铁站 呼吁州长安德鲁库默扩大整个地铁系统的电梯数量和无障碍空间 来自康尼迪格州斯坦福德的玛利亚古德森 星期一晚上在西53街的第七大道BDE站下楼时不慎摔倒 古德森当时推着婴儿车带着一岁女儿 募集者告诉调查人员 这名一岁女童被发现在古德森旁边 古德森被发现时失去知觉 被送往西奈山西医院 而后被宣告死亡 警方说他的女儿没有受伤 已和家人团聚 这件事情引发了无障碍倡导组织 对现行地铁系统改善的倡议 周三 倡议者在古德森去世的地铁站路口百饭花束 称他的死亡是一个警惕 表明州长库默和NTA 需要在对现行对行动不便 人事不友善的地铁系统中 增加电梯通道和无障碍空间 布鲁克林残疾人独立中心的执行主任 乔拉帕波特说 我们需要让地铁安全无余 阻止这样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再次发生 这位83岁的前检察官 查尔斯·海内斯 从1990年到2013年 担任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 于周二晚上10点45分左右 在佛罗里达林中关怀医院去世 消息人士称 过去一年海内斯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 周末他被转移到德尔菲尔德海滩的林中关怀中心 海内斯三年前中风 在他昨晚去世前 他的家人陪伴在身旁 从家庭的角度来看 我们昨晚失去了我们的英雄 他53岁的儿子说道 刑事辩护律师亚瑟·埃达拉也在脸书上向海内斯致敬 海内斯是布鲁克林前地区检察官 曾在纽约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担任最高执行官长达24年 现已去世 享年83岁 他在1989年首次当选为地区检察官 直到2013年他未能连任 作为一名前法律援助律师 海内斯最初被称为改革者 在他任内开展戒毒治疗和家庭暴力预防计划 传统位于角落的邮箱形态正在发生变化 USPS希望替换全纽约市的邮箱 它将会是深蓝色和独特的形状 他们经过重新设计以阻止邮件盗窃再次发生 计划是更换整个城市五个行政区域所有的邮箱 居民将拥有全新高安全性的邮箱 美国邮政检察局的唐纳·哈里斯说道 邮政局已经开始在五个行政区 安装新邮箱了 在皇后区40%的邮箱都是新的 最终纽约市五千多个旧公共邮箱都会被替换 最新一系列邮箱捕鱼盗窃行为 让当局决定这个更换邮箱的计划 新邮箱造型最明显的变化是 可用向下手把打开宽邮件的滑槽 已经被狭载的插槽所取代 重新设计时犯罪分子更难以邮寄钓鱼 但也使得民众无法使用盒子或大信封邮寄包裹 这种变化似乎让一些民众感到困惑 一名在皇后区马斯佩斯邮局的男子表示 这个改变让我必须去指导其他人 如何正确将信件放入新邮箱 邮政官员说 确保邮件不会落入盗贼手中的最保险的做法 是在邮局里投递信件和包裹 若民众发现有任何可疑行为 请致电邮政服务部门 1-877-876-2455